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一种发泄的方式 就是他习惯了 表示自己的存在 还表示对方对自己关心不够 他们甚至有人说像这个 《乱世佳人》里边 《好思佳》 那也算作吗 是 也是 就是 你要是盘点世界文学史 所有的光彩照人的女主角 都是作过 都是作你 你从安娜卡里尼娜 到包法利夫人 就是本来是平平稳稳的 嫁给了一个医生 嫁给了一个贵族 他一定要跟一个浪子 或者跟一个商人 就好成 然后最后 怼火车了 就把自己给捉进去的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人 是这个生命能量比较强 就是他就非得折腾 你像我们男的 就有点直男言 像我们男的 一般说哪个女朋友就捉 就是说 一般的男的就说 你省心不省心 就有的人 那个女朋友 你就觉得他就是 整天寻寻姓姿势 你知道吗 就是无是生非 反正就是 就是得折腾你 你给我买个牛肉面回来 好 这男的买个牛肉面回来 然后他就问你 想吃了 可能不想吃 甚至吃的时候问你 你吃了没有 那男的都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他要说我吃了呢 这女的就是说 我还没吃 那你就先吃一口 这男的要说没吃 你怎么那么傻呀 怎么的 就这种 你说女的是求关注吗 还是怎么的 可是你不觉得有很多男的 喜欢这样的吗 你不觉得 这深了 这也深了 就是尤其当今的那个社会 其实你说以前说女性不独立 要求女性独立啊什么的 现在就觉得女人 你不作了也不好 你不作了 你天天那么懂事 就是就不用来担心你 男人又不舒服了 所以女人到底要不要作呀 是不是要作一点呢 不是就是要有句 网上有句话说是什么呢 从来温柔没有用 是吧 唯有作女得男心 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这个作这个字 说狠的比这个说的很厉害 我小时候我就我在想 现在好多年不说这话了 大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是你作死 上海也有这句话 作息 作息 作息就是作死 上海说的太温柔了 就是北方人说 你小子要作死啊 就是 就是 这就是你要折腾到头啊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有个邪后语 就叫 耗子舔猫的鼻梁鼓 多死啊 那就像黄首郎给鸡拜年 不是 鸡给黄首郎拜年 有点像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 他这个语言中呢 他很明确的把这个作 因为作这个行为是 确实很复杂 我想来想去呢 也比较适合 长篇电视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对因为他比较复杂嘛 他是一步一步的演绎成 最后 就是所谓的亮边到纸边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 小炒遗情 对吧 完了以后 因为这个都不用说 结果婚子都知道 你结婚了吧 结婚了 结婚了就知道 小炒遗情啊 然后呢 大炒不太好 没命了 对 那一点都不遗情 所以他在这个小炒中呢 他获得了一个利益 啊 就是因为咱们节目说话 有时候老受限制啊 我就不能说太深 就是什么叫小炒遗情呢 就往往夫妻俩啊 炒完了以后 会有一次更好的 这个惊心动魄的行为 来发泄这个 是是是 对吧 嗯 英语里 对 英语里专门有一个词 他我跟你说 就是个能量 就是能量 就是有的时候啊 两口子这个炒啊 我觉得就像那个水坝 积聚了较高的势能 所以他最后他这个 要释放 要释放 但有有一个就是叫戒 很多女的呀 就跟这个丈夫能过得很好 有很多人看着不不般配啊 我记得原来是谁呀 我忘了哪个哪个主持人就说过 他跟他太太 别人都觉得特别不般配 然后老觉得他们要离 就为什么没离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跟我太太 不管什么事情 做到极限的时候 我太太清楚的知道 做到那条界限在哪儿 就是他做到头 他就到这一步 他绝对不迈过去 迈过去 这家庭就崩了 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艺术了 那伊莉 你觉得做是你的性格吗 就特别不会 你年轻的时候做吗 不那你现在还年轻 现在也年轻 二十岁的时候 更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有过吧 可能有过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不开心了以后 我不说出来 就是不开心 就这个不开心 是让周围的人也不开心 我跟我爸妈 其实就老是这么 就是这么这么不开心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们说带我出去买一双 买一双皮鞋 然后呢走了一路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 就是看到那个喜欢的东西 我不说我要 你知道吗 我让别人知道 我让他们猜 然后我妈妈就说 这双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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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看 还是摇头 那就走下一家店 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不开心了 我心里想你怎么没猜到 我要这一双 走下面一家店 因为以前的鞋店 你知道鞋差不多的 又有这双要不要 结果呢 就是那种没有理由的 就是这种不开心 然后结果没买到鞋 没买到鞋 那些我妈妈说又不是我的错 是你没有说哪个有你喜欢的 一路上不开心 坐公共汽车回家 我妈妈如果从 她跟我爸从前门上车了 我就从后门上车 然后他们俩就在前门喊我 李李李李 鼓勒呀鼓勒呀 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在外面这么大声喊我 我就装没听见 我妈气的 就说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倔 叫他都当我没听见 我很没有面子啊 人家不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干嘛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次出去 买东西都是这样不欢而散回来了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我是这个什么问题呀 是 作的问题 作 你这不叫作 谁叫作呀 你知道我看的就是很多这个男孩 就投诉 就现在的80后就说女朋友做 有一大特征 这大特征 甚至有一次啊 我在这个李宗盛 李宗盛大哥给我们做节目 李宗盛大哥这一辈子 这个婚姻恋爱经济很丰富 我记得啊就很有意思 就说起这个事儿 他说啊 我深有体会的讲 他说我是真心的希望 这个女士们啊 你想要什么你就明说 直接说 男的猜不出来 我觉得这凝聚这很多心酸 不是他还有一点 就是他刚才说的特别全面 就是你猜出来也白猜出来 他先否认 他希望你再追究这件事 对 我希望他们干嘛 就把那些摆下来硬塞到我手里 是我不情愿的样子 我接受了 但我心里特高兴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这个方式就是林黛玉的方式 林黛玉跟贾宝玉的交往过程中 基本上 他想要什么东西 他一定很嫌弃 所以你看我小时候多做 但是我后来长大以后 就是突然就明白了 这对谁都没好处 对我爸妈没好处 对我也没好处 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他们也很生气 也很不开心 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就是千万不要做伤人又伤己的事 然后就学会就说出来 哎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 有了孩子以后 然后这个人呢 为人也宽缓了很多 是的 所以他们现在有句话说 什么叫成熟 说哎 有一个定义说成熟 就是慢慢 心里有别人了 嗯 学会换位思考了 嗯 就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 体会他当下的时候的 那个 那个心理状态 这个成熟有一个最大的标志 就是能承受委屈 就成熟 你要一个人什么委屈都不承受 这个社会也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 嗯 皇上还委屈呢 嗯 过去那个雍正皇上刻一方印 叫唯军男 就是我当一个皇上多难呀 该到哪都盖 哎 那伊丽你算是颜母还是慈母 我 其实我刚刚做妈妈的时候 我是颜母 后来我慢慢的就是 让自己一定要学习做慈母 尤其是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 这有什么不同呢 特别大的不同 就是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 谁也不是天生会当妈妈 对吗 那你所有的这些育儿教育来源于哪里 就是来源于你的父母对你的方式 我们70后的小朋友长大 也是挨打长大的小时候 你都挨不打 当然棍棒底下出孝子 是文化 对我爸就说 那个时候工作压力那么大 回到家里 那个不听话什么 就一上来就屁股啊 那个屁股上就就就开始挨揍了吗 有时候打的鼻血都出来了 我猜你是不是那种小女孩 我小时候见过一种 就是你打呀 他男孩反而鬼哭狼嚎 有一种小女孩咬牙就打 你打 你就让你打 也不说错 你看这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宁 然后在那也不哭出声 就是流眼泪 流眼泪倔着个头 眼睛还盯着你看 你知道吗 你就是那样的 你怎么知道 所以就把家长给气了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孩子要像我爸妈这么管教我 就要棍棒底下出孝子 你知道吗 所以我女儿出生以后呢 我没有打过 但是呢 我就是对她也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说一岁多的时候 她把一碗饭 扣到自己脑袋上玩 那是喜剧演员 对 然后我就必须让她 把那个饭链统统给我捡起来 然后她一边捡就一边哭 然后呢 有一次就是说 捡得不干净 我就打了她两下小手 然后呢特别逗 就是那个打完手 我那天就是还发了一个 微博还是朋友圈什么的 就是说就是 就是说这个事儿 结果我老公知道了 打电话来 就来说 你怎么可以打女儿 因为她小时候也是被电脑走大的 是 你怎么可以打我的女儿 然后 我就烦死了 我说这 就打个小手心至于吗 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她就接下来 家里电话响了 打 拿起电话她就哭 跟我爸说 爸 她打我的女儿 然后我爸就乐了 我爸说 你放心那是她亲女儿 她不会那个怎么样 好好好我替你看着她 我替你看着她 这现在是爸爸心软 是的 因为她觉得什么 她觉得小时候挨的很多打 她不希望再对自己的孩子 再让她承受同样的这种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对我女儿是比较严格的 可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 我突然发现两个 截然不同性格的小孩 就这个大女儿 是一个很容易认错的孩子 二女儿就是一个宁的要命 跟我一模一样的小孩 那什么大女儿是打出来的 不是 天生性格 天生性格 所以我突然发现 其实不同的孩子 要不同的方式对待 可是 就是说 这些道理 对于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来说 太早了 他不懂 礼貌跟这是两码事 他拿那个饭扣到脑袋上 他是觉得好玩 你要搁到别的友人家里 会觉得这是 他好好玩 他有创造力 或者是他在跟 他在玩 拿饭在玩 但我们是觉得你是在浪费粮食 对不对 所以就给他架 扣了一个帽子上去 你说你在浪费粮食 所以你会打他的小手心 所以后来我其实挺后悔的 嗯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 我就觉得你就是那种 从小父母打的宁的就让他打 默默流泪的那种 默默流泪 哎 我觉得你要说 从这个最年轻的时候 到比较不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的这个变化啊 我有时候觉得啊 你可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啊 表现出一种刚劲 嗯 但是呢 你也不要以为你真的变了这个作劲 我觉得啊 是有了孩子之后啊 你那个刚劲变成了一种韧劲 嗯 你比如说我有例子 你好像我原来看过一个 关于他的报道 就是他那个学表演的时候 说人家让你们演个什么戏啊 演个什么戏 本来可能是吃了二十块钱的面 最后给人骗了 要收两千块钱 那按照这个戏里边的要求呢 俩女孩就应该哭了 她就不行 你当时怎么着 愣是哭不出来 然后呢 就导演骂也骂了 说也说了 就是哭不出来 后来就让那个化妆师给我点甘油 你知道甘油 硝酸甘油点在眼睛里 多疼啊 你不治心梗的吗 多疼啊 我还是没有流眼泪耶 我就睁着眼睛在那儿 眼睛瞪着 然后眼睛憋得红红的 剧本写的有问题 就是应该让马亦利 把老板打一顿 对 对 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说 我说我不信 干嘛要哭啊 我说她骗我们的钱 我干嘛不去报警找警察 我去投诉这个老板 我干嘛要哭呢 哎 其实可以看出 他认这个脸 他认死脸 其实不是作女的 他是一个有爷们气的人 就是他小时候的那个剧 跟大了之后的这种表现 跟他剧里边的人物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气质 和其实作风 包括你后来的 我觉得这些经历 他是一个爷们气 比较利索的 比较要强的一个做法 而且你做不做 我经常是跟你的组合有关系 如果对方是一个需要你做的人 这个女孩他就会做 如果对方是一个比你还做的一个人 这女方啊 他就不做了 他就可能就爷们 或者他就对方做了 所以桌有数是灌出来的 是灌出来的 这条件反射出来的 就是他是有他的一种狠劲 我现在发现 就是说他那种狠劲啊 你看表现在就是说 就生了孩子以后啊 我有一次看过你写的一个长微博呀 哎呦我就觉得奶孩子的母亲 真是太值得尊敬了 就是说好像全世界有好几十亿呢 就对啊 他不是他还演戏问题 其实他还演戏叫悲奶演戏的这么一奶妈 然后呢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 哎你体型有一点点变化 他就讲他说当时怎么挤奶 我的天哪我觉得你那个 简直惨绝人寰呢 你没有 其实就是说 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 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我去年去贵州去那个贫困的山区 你知道我进那个乡镇的医院啊 那做一排妈妈都是在喂奶啊 为什么她们都能做到 我们城市里的女性做不到呢 这是而且这是最天然的 哎不是这就是 你比如我要是你家里人呢 就是你为什么叫这个劲呢 就是也不是说多穷 对吧你一般很多女的生的孩子 不就是专心在家带孩子 等孩子大了再工作再什么 你这个非要奶这个孩子 还要去演个主角 这几个月的这个拍戏 这不找最瘦吗 因为我觉得我能量够 就是我有这个能量 来把这两件事都完成好 我刚才在想 他说这个对孩子的教育 原来我也没想过这个事 就是性格决定很多事情 你知道孩子 他说刚才打孩子手心两下 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叫惩戒的惩戒很重要 一个人呢 一个孩子成长成一个性格完善的人 一个人走向社会 能够在社会上有用 很重要的是戒律告诉他的 引导没有用 戒律告诉你什么不能做 如果他很清楚哪个不能做 因为当时我儿子到英国去留学 十几岁就走了 初中一毕业走了 我就说 我说你出国没有人跟着你 那时候他出国 我是不允许家里有人陪着 陪着永远长不大 16岁就走了 我说就俩事你不能沾 其他的事我不管 第一 毒不能沾 第二 毒不能沾 这俩事我说沾上一辈子都不会愉快 其他的事我们能说你连恋爱也不能谈 这事我也管不了 是吧 所以呢 儿子有这事你从来不担心 哎呀女儿不一样了 女儿也是我说的这两条 就今天社会这两条诱惑是非常大的 尤其这个这个吸毒啊 对 我这两天有一个报道就是那个吸笑气 你知道吗 对我知道 我看半天那个报道 而且我发现那个东西是一个很普遍的商品 那谁都会尝试 尝试以后你想就恶果就出来了嘛 所以我说这个戒律很重要 你跟你自己有戒律吗 我是一个自我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人 哎 我看也是 就是我我是一个我从小就这样 比如是我妈妈我高中的时候 晚上有时候出去玩 跟妈妈说好十点钟到家 我一定九点半就会就到家了 我绝对不会卡着十点回来 然后我妈妈就说 因为你每次都提前回来 所以你每次说你要出去我都让你走 嗯 如果你下一次是你有一次是晚过十点的 我反而就我可能下次会不信任你 所以我从小都知道这个自律非常重要 而且呢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 哎我就说他小时候比较宁啊 比较宁不是认死理吗 其实呢所谓你要说人的成熟 什么叫就人就能不认这个死理 我最近啊有一个体会就是这前两天呢 有一个老哥就是你这岁数的 这老哥呢是个科 我这岁数都是大爷 哈哈哈 爷爷老哥是一科学家 你知道吗 这科学家啊他这个思维啊 太讲究这个精确 嗯 然后呢你想他这个岁数的人跟我讲 他说最近我跟好多年的老朋友啊 碰这么一件事啊 他说我成熟了 我说您就这么大岁数 说为什么成熟了呢 他说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 就是这个朋友啊去年呢 找他借过三次钱 嗯 是分期借的 嗯 那么加起来呢 他记得呢是16万 你明白吗 结果那天就说起 就是饭桌上说起还钱的事呢 哎 他那个朋友就说呀 哎 该该还你钱了 说是那个啊 15万我明天就给你 哎 他说 我心里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他16万 你看这个地方他就说啊 他说我特别后悔 为什么他特别后悔 他就说他成熟 他说我当时啊 马上我就说 哎 咱们俩可不要因为这1万块钱 影响了咱们俩的朋友 没有关系 我有可能记错 但是呢 我回家查查 我 我有底儿 要是呢 这个是我错了 那你就还我15 这没你不还我15也没 不还我16也没关系 他以为他这个话交代的很好 我一听我说 你们俩这朋友做不下去 就是因为你这个应对 你就是 就是他就他明白什么呢 他就说他说我一辈子 不是说我不重视友情或什么 他说我只是习惯认死理 要把什么事情都闹清楚 他说只要最后闹清楚了 他到底借我是15还是16 那他少还我1万 我一点都不在乎 但是我就跟他说啊 我说你看这说明啊 问题在于往往就是事情啊 不要闹清楚 我说你看 他少1万块钱那怎么办啊 马爷 你比如说我如果我我就会有这个反应 比如说我说哎 人家还15 我说你你还16 你说哎我接着15 啊你看我这脑子我记错了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那你也把别人对啊 因为钱跟别的东西 因为本来我们就不准备为了这1万块钱 让朋友之间生出尴尬 你这个是 所以我就认为要是我反应快的话啊 马上就承认记错了 这是因为不值得嘛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记错啊 是非不是这样啊 对啊 你看你看这俩宁头 你们这俩宁头 三轮都是一样的 我不宁我也不是这态度 对啊 我有一个很婉转的方法说 嗯 但是不要反应快 比如说啊 呃我是那16 你是那15 你说15 如果我反应快 我说哎 不是15 我记得13吧 他们算算 一个5万 一个5万 一个6万 这不是16万吗 哈哈 你得这么来 哦 你明白吧 你你先把自己往下降啊 往下降降降到底 然后你就比较好说 因为这个不可能没有是非 而且没有是非 你会记 任何人都不会没有感觉 跟你财产没有关系 对不对 对 跟财产没有关系 我给你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事不能不明不白的 哎 你看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钱借了 还了没还 对 过去就有金行有这事 其实那种小钱 借完了啊 现在人都拿钱 有时候也不当钱 你比如说单出门 我说文桃我没带钱 借我二百 我就我也忘了 你也忘了 这都没事 对 可是过去这个事 你得说清楚 对 农生妇女吵架的一大半 就是因为 借钱没还 借了我多少钱 借了我多少兜米 你还没还 你还了多少 最后他发展到喝药去 他说我得喝农药 以证我这话是对的 他觉得这个理比天还大 你看咱 你说这咱关于成熟 咱就不一样了 我的观点是认为 你真的认为这是成熟吗 对我认为 我倒一定 咱们明天都问他借钱 我要少还你一万 你就算当时成熟了 咽下去了 然后你最好的结果 就是你这辈子纠结这事 你不跟别人说 不好的结果呢 就是你后面说 说哪个都没人 借人钱少还一万 以后 我绕一圈 听他告诉我了 那伊丽你说难道你们俩闺蜜也就这么 算算 等等等等 好算清楚了 有一个人没面子了 你们以后的感情呢 我跟你说啊 我跟我的闺蜜之间 我们从来不借钱 你是绝根了 经不起考验吗 这事 不是经不起考验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上海人啊 就是从小我就知道 你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 你只做进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你有十块钱 你就买八块钱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要买一个东西 为人家去借那个钱 除非你是借应急 比如说我今天就像 出门没带钱 出门没带钱 或者是家里有人住院 我没带钱 你赶紧借过我去付一个医药费 回头我还给你 没问题 但如果是一般情况下 不是这些救急的话 救穷绝对不救 就是说你我跟我闺蜜之间 从来没有一分钱的来往 那出去喝个珍珠奶茶 谁买单 那没事我买单 闺蜜买单 这都没事 这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 但是 涉及到一定量的这个 上海人跟北京人 和北方人的区别 我觉得上海人在钱上 不会出问题 对 就是分得很清楚 可能借钱 也得一时两份写好了 写清楚 就不会出现我喝酒的时候 说那气差了 哪怕亲戚之前借钱 比如说周转买房子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也会写清楚 然后按那个利息算一下 你都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上海人 说人情味不太够的地方 但是它规则够 对啊 就是这点是上海 比较现代的地方 而且人家也不会回头说 你看我借 但是我借他那么多钱 你看那房子 还是我借他那么多钱 当时借了那么多 其实人家把利息还给你了 你也啥都说不着 对吧 这也挺好的 我以为我成熟了 照你们一说反而是幼稚了 采夫你觉得就是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和现在来讲 你觉得是成熟表现在哪儿 成熟 其实我比较了解男人的成熟方式 这女人的可能 你说说男的我也感兴趣 男人的成熟方式 她的一个标志是说理解自己的老爸了 就说你理解你的父亲了 这个就其实按合着 经常会有人视父情节 我自己的成熟的一个标志是 我因为我小时候很沉默 内向就是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 从大一开始给我爸写信 基本上一个月能写两封讨伐 说你怎么教的我 这到大学之后都没有别人优秀 又不说话又内向 你又不这么不给我读书 然后你这样做的不对 那样做的不对 非常愤怒 就是一封一封一封写了半年 后来这个因为我爸是一个校长 小叶校长 后来他们副校长跟我说 他说你爸每次收到你的信之后 就关着办公室的门 他办公室哭半价我 哎呦 他说他出来就自责 说我怎么没把我儿子 小时候那样培养啊 那样培养 我讨伐了半年之后 我突然间对我爸爸 感觉大变 哎呦我是爸爸 我又写信说你是我的这个 这叫什么 我说我从农村到城市全靠你这个 史诗性的一脚给我踢上了火车 要不然我在农村跟我叔叔一样 我们就一个卖油条去了 啊就是你我说我太理解你了 我说我找我以前的东西 他哭得更狠了就是 但是我从那以后就觉得就是父子之间的和解 而让我理解别人了也理解我自己的局限性了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力量 就是说一个人的心胸啊是委屈称大的 这话有力量吧 对 你天天都哄着你 你这个心胸就越来越窄 只有难听话 我委屈你了这事干了半天一点好没有落人家身上了 你慢慢心胸就会变得非常宽 我这心胸就这么宽的 你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是在你自己的这个单位里 你一言九鼎你说话就算数 但是你一言心目中有很多事情我自己就验了 我现在验的事多了 说两件听听 不能说 不能说 所以说 我说这番话他最能理解 我特别理解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成熟这个东西有一个代表 就前两天我就跟我我跟我先生说 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出门特别爱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错了 特别爱说这个 就是有时候不是你的错 我也脱口而出 就是大街上有时候人家撞了我一下 我也说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习惯了已经 但是这个带来的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不生气 人家撞了你一下 你还跟人说不好意思 你当时就没有一点都没有觉得 嘿这人撞了我 他怎么不跟我道歉 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就像那个马老师说的 真的是 我觉得能承受委屈 你就有多大的 多大的心胸 这个会让你很多事情会释然的 会释然的 我举个例子 前天我坐高铁来北京 我要去那个卫生间 卫生间门 门是虚掩着的 我就一推 一推门里面有一男的里面 他砰就把门给那个关上了 我心想这门是锁也没坏 你干嘛不关着门上厕所 完了过了一会儿 他出来了 也好他看了我一眼 就是那个大摇大摆的就出去了 然后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就进去 门推开一看 洗手池上全部都是水 然后那个擦手指 全部都被揪出来 扔了一地 然后那边马桶没有冲 就是一地都是很脏很脏的 我感觉是这个人在里面恶作剧 是一个成年人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火 你知道吗 就是进不去那个厕所 然后我就退出来 看着那个人的背影 扬长而去 你知道吗那个男的 然后我想了想算了 这不就是你叫列车员来 也就是给你稍微 把那个厕所冲一下 你还能改变什么 然后我就把它扔在地上的纸 把地上就这样擦了一擦 然后那个 帮他把那个马桶冲掉 对 然后出来以后 我心里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 修行 对 就是也没有什么 他说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男的他不是恶作剧 那男的就有点毛病 这也是一种委屈 这种委屈是一个社会 跟你没关 我凭什么 我这个 这个坐高铁 我买的票是这个 商务座 我是最好的环境中 我凭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那你要做了就受委屈 受委屈就是修行 修行就把你心胸 撑关了 就这么个逻辑 好